今天呢就是对我来讲是我的团队里面一年一度的大日子 每年的五月 全国我们的全体同仁都是在做慈善 然后我们一做就十多个机构 包括有传账啊 包括有孤儿 包括有老人院啊 我们做的意义是在 可能我们一直想着赚钱赚钱赚钱 其实我们也想着希望能回馈社会啊一些 因为我觉得很多的人可能不信 然后需要别人的帮忙 所以我们要出一点力 今天开始有七个地方要去 然后我们先会买东西 我们去几个机构 给大家知道我们去哪里再做什么 好吗 听账的 没有那么多颜色 这个是没有在头部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也顺便学会 要选一些食材啊 什么是好啊 就现在选洋葱 江青 哈哈哈 我们今天就开始 我们要去买一站的地方 很多柴米油盐 然后还有包括一些热产用品啊 他们需要到的话我们都买 所以希望真的能跟他们一起 也很热忱地去把这个事情做好 怎么要到这里呢 怎么办呢 什么都可以见到这儿了 所以他们那个土崩掉下来 所以也是等着政府有关的那些人来帮忙 所以这次就是看来我们也是帮了一点小小的忙而已 希望能给他们舒服一点 会想支援我们给到可以的 哈喽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来到这个Cherras NSK 我们为这个慈善机构呢买一些的那些物资 而且这个是一个有意义的活动来的 所以我们要大家一起进行 这几年来都是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很多人能够参加 我们只是选了好几位就在这里了 这几位你看到妈妈们吗 期待等下我们会去到不同不同的机构 你们可以在那边会看到更多更多的画面 所以我觉得他们真的很美大 他们真的帮了很多人 这些社会的问题蛮多的 有些单亲妈妈 这里还有一些老人 还有些孤儿 我觉得他们很正能量 这个是非常非常感动的一个事情 你会感觉到更多不一样的动力在哪里 于是因为我非常健康 我们只是在单身头里拿着一种 身体的扑子 还可以是带牌 我给我们这样啊 我看你头用的很好啊 这一楼很大比较乖的 这一楼啊 十八楼 你走路到里面吗 十八楼啊 然后这一次对我们来讲是 我们全马来西亚全里同仁MPG 我们一起来做今天的慈善啦 对我来讲我们觉得是蛮有意义的 感受也重啦 刚才我去了一个地方也是蛮重的 然后你这一次出来带着我们的准备了 虽然不能很多人啦 像今天呢除了是我们总行 也是在各州我们每一个分行呢 同步同一个时间 每一年5月5号 虽然今天是5月6号迟了一天 但是我觉得这个有意义的活动呢 我们必须要每一年啊 真的是啊坚持的去做 而且我觉得MPG啊 我们其实每一个月啊 也都有做 都都在做 每一个月也在做 只是啊今天特别一点点 我们同步全国一起做 我们大概有做十多个慈善机构 然后我们也不会觉得 真的很伟大去做这个事情 也是做给别人看 只是应该的 真的是推动慈善的工作 其实我们有选择做得更好 但是很多人是没有选择的 我很感谢我的团队也是很踊跃的去帮忙 对很用心 然后这一次我们家的活动也是提醒他们 其实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对其实我们很幸福应该来讲 有些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埋怨 觉得自己过得不够好 当我们在他们的眼前的时候 在他们的面前的时候 我们发现到其实我们就是幸福的一群 既然我们是幸福的 我们应该把这个幸福传递下去 所以我们没有事的时候 我们在工作的时候 不要太多埋怨 对 不要太多抱怨 我们人生可以自己去掌握的 我们是有选择的 是你看我们面对的 是很多没有选择的 希望鼓励到大家 然后面对未来 然后给家人过更好的生活 好吗 NPG We love, we play, we share 我帮你拿 我帮你拿 你批招啊 他跟你一起了 我 你批十岁 你小孩不是有选择的 我说一个12岁出的路有问题 好几 我一说 我觉得在NPG成立这个 charity club是因为 我很想除了我们希望帮助更多人的以外 我现在我的团队真的去体会 在他们认识很大的挑战的时候 其实我们不应该很多事情就自己执着问题 这个团队也是推动了很多的人 给他们人生里面更加有价值 每一次都能够跟团队他们出来一起办一些的节目 或者是活动的话 能够跟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做慈善 我觉得那个意义非凡 去了三个地方 然后全国也在做 然后我今天有感受也是跟 因为不能多的一起做 三组的人跟他们分享 我觉得我跟团队今天是满满的收获的 带团队呢 不是带人是带心 只要人的心是一起的 无论我们做什么东西都是有意义的 如果你有看到这个视频的一句话 我就是想呼吁你一起参与我们的这个慈善活动 出一点力 可以赚到的 可以做得更好的 如果有一个三星的话 那帮助更多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